唐太宗晚年奢靡到了什么地步 晚年的李世民迷恋长生之处 专门下令找国内的术士为其炼丹制药 最后吃了所谓的长生不老药 一命呜呼 李世民晚年还沉醉在温柔乡中 大四搜罗美女已冲后宫 为了享受 李世民先后修建了翠薇宫 玉华宫 飞山宫 香城宫 九城宫 大明宫等大型宫殿 征观21年 李世民嫌精神皇宫温热难耐 于是就在临同立山顶上修建了翠薇宫 刚修好不到三个月 李世民又嫌弃宫殿规模太小 辱没了大唐的威仪 又下令重修了玉华宫